女性的服装很美 那就是著名的旗袍 旗袍是很漂亮的 最近在美国出一件事 与旗袍有关 几乎轰动全美 在推特上刮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暴 这什么事呢 大家来看一下 说你要知道在美国吧 许多的高中生 非常重视他们的毕业舞会 对就是男生女生 一定要穿最漂亮的服装 盛装出席舞会 这是一个传统 然后这次呢 厉害了 美国犹他州的一个高中女生 对他在参加毕业舞会的时候吧 他的名字叫做凯亚凯奇亚达姆 他专门挑了一件大红的中国旗袍 结果在那个舞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这是被认为是当场最美的女生 大家看 哎有注意到中间这个女孩吗 他一看就是弟弟道道的美国人 但他穿了一个典型的中式的红色的旗袍 对然后据说整个现场 就是他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目光 大获成功 哎这这挺好啊 不错呀 对啊 这个女生呢 凯奇亚达姆 看得出来是个天真烂漫 对吧 牙齿雪白 而且嘴有点大 眼睛也很大 鼻子也不小 对就就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女生 穿了旗袍 但是呢 引发了一场争议 什么争议呢 哎 哎这块呢我其实就有点不是特别明白了 说是啊 他穿旗袍 然后贴到这个就是他那个推特上之后吧 引起很大的争议 一些亚裔的网友就认为你又不是中国人 你穿这么一个传统的中式的礼服 你你合适吗 这这这话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啊 这这这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 呃就是就是有些亚裔的网友 包括一些华裔的网友认为啊 说这位女高中生穿旗袍是一种文化挪用 对啊 你是挪用了少数民族的呃这个文化 也就是挪用了亚裔的文化 啊对有一个华裔的女生 叫做美根砰 可能叫冯 姓冯的女生 他说如果你真的欣赏并且热爱我们的文化 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件传统的长袍礼服 而你却说这只是一条裙子 这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文化含义和重要意义 而你说的话没有表达文化欣赏 只有文化挪用啊 然后又冒出一个叫做 Jeremy Lane可能姓林的一个华裔男生说 我的文化不是用来给你在毕业舞会上出风头的 哇这篇推文啊居然获得了四万次转发 十八万个点赞以及几千条评论 等下我的文化不是用来给你在毕业舞会上出风头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大家不知道的时候 是吧 这个美国的女高中生因为穿了一条中式的旗袍 红色旗袍 就在这个推特上遭遇了很多亚裔 有些可能还是中国去的这个孩子的反对 意思就是你怎么能随便穿我们文化旗袍呢 那我在这我就有点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人家女孩美国女孩人家穿个旗袍怎么了 这是多大的事啊 有什么就是严重到这个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这样我也别管我说 来我听听咱们在线的熊猫各有网友现在三万四千人 对吧 如果你支持美国这女高中生 对吧 那个就妹妹你大胆的穿旗袍 打一 OK 如果你觉得它是什么文化能够用 又穿着我们的文化去那那个出风头 对你你就别随便穿旗袍 你可以打二 对然后呢 我会把大家的结果 我去找到这个美国女高中生的推特 我去给她留言 大家看怎么样 好吧 开始 对支持打一 反对打二 哇 瞧瞧瞧瞧 简直一彩的一啊 哎我觉得这个有意思了 这什么意思呢 我在想身在美国的一些华裔 对吧 张口闭口说是我的文化 你们不能随便穿 可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祖国的土地上 人们是不是更对这个事有发言权呢 从眼下 就是我目击看到的 我们熊猫网友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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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来看 看出来几乎是压倒性的都是一 很少有二 对啊 所以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们中国国内的网友觉得 一个外国的女孩子 他无论是出于喜欢出于好奇 出于对你文化的兴趣还是出于他爱美 他愿意穿个旗帽 是个很好的事情 我们中国的文化没那么小气啊 人家穿个你的旗帽就是要死要活的 有什么不好 只管穿 妹妹你大胆向前走 旗帽 对吧 那个你就愉快的就是穿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这个这个调查啊 呃 我我真心建议 就是身在海外的一些华裔 对吧 不要那么敏感 对 这件事你们不能轻易的替我们来发言 我们不觉得有什么 我们觉得很好 我们觉得很好 就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愉快的穿着旗帽 就这回这个女孩子穿的旗帽 其实相当的成功 它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明年下一次的美国各大各个中学高中的那毕业舞会上 会有更多的女孩子穿上对色彩鲜艳的旗帽 这是件好事 他是在帮我们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就是他就不弘扬 他就喜欢 有翠吗 他愿意穿 有翠吗 对啊 干嘛非跟人家横挑鼻子竖挑眼 哎 你说神了吧 就现在这种人呢 国内其实已经很少了 难道说全跑国外去了吗 哎呀 这个倒是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其实 其实这些朋友呢 有机会回国来看看 对这位网友说是你们华裔有几个穿过呢 对啊 对啊 你在那穿着人家比如黑人的嘻哈礼服 你穿着人家白人的这种礼服 你算不算是文化挪用啊 对你有多少次你去华裔的在那好好的穿着我们中式的 对啊 旗袍 大褂 我妈没有嘛 有人提醒我别耽误送空姐 好的 好的 谢谢 我马上就完 好吧 那在这里呢 我要展示一下 其实在国内 我们现在在文化上 绝对是开放的态度 是兼容并蓄的态度 我们包括这个 比如美国最流行的这种元素符号 我们毫不犹豫的把他们和我们的乡土的元素结合在一起 来 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美国最著名的漫威英雄 当他们 对于我们的黑土地相结合的时候 是怎样的那个 接地气 走 你 啊 啊 啊 这就是我说的玩具保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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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真是甜 豪酸也是香 收穫的季节都开战的荒草 孤独风荡 山河壮丽 汉烙保重咱俩非土地 东西是吗 毛洞师弟 只要啥总 啥都会出钱 嗨嗨嗨嗨嗨呀 火拉拉的新辣 火拉拉的情 火拉拉的小辣椒他透着心里好 火拉拉的眼睛回说话 火拉拉的小家招人疼 火拉拉的表演全都是网络 火拉拉的发展师请你多批评 下一个组合有火拉拉的我 是跑人来发展师 我得去趋劲了嘞 走啊走啊 玩啊玩 不管是乡村博士 还是那少女壮男 你准备着你 你准备着你 多备着人们高 本地就有点 见百年终于天性 我会来到你 尽管 天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